那我們今天要上的是這個R的條件判斷跟回圈 那上一節課我們做一些鋪墊 就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怎麼樣可以把程式寫得更能夠更有邏輯 那妥善來利用索引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回圈這樣子 好那在做回圈以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條件判斷式 這個你一定會覺得非常簡單 就是你就問R 就是你這樣直接打在下面說 1小於2 這個他當然他就會回答給你處嘛 也就是你滿足這個條件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這個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 大家預測一下出來的答案是什麼 你覺得會先 前面會先算還是後面會先算 你可以思考一下 當你按下Enter之後你會發現是後面先算 所以說大家要記這些小細節 就是大家 呃就是 如果看到的時候 就可以去特別去注意一下 他的運算邏輯是什麼 那當然如果你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你很擔心 你不知道 那你可以 你一定是可以這樣打 因為括號一定是優先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 你如果覺得 這個等於啊 這個等於等於我要先做 那我可以這樣 那我們可以猜 這樣預測出來是什麼東西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 這樣猜一下這個數字是多少 啊猜對了我們就加1分 2 好來按下Enter 啊對 欸 答案是1 為什麼是1 為什麼你猜錯了 來我們分了兩個部分好了 怎麼了 沒有啦我們這個要問他啦 好不好 因為這裡是Force嘛 這裡不是1阿 好不好 這裡不是True阿 這樣可以齁 好啊這個有點遺憾啦 不過沒有關係啦 之後總是有機會了 好 Z大於B 文字可不可以比大小 文字可以比大小 為什麼 還記不記得我大概 我應該上一節課有講說 它背後其實是有個對照表的 對不對 就是 那Z當然那個數字 一定是比這個B來得大的啦 你大概可以想像英文字母一定照順序排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任何一個中文字 任何一個中文字應該都會在 這個英文字的前 後面 這樣可以齁 好然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不會整串向量一起使用判斷式勒 好 假如說你現在X長成這個樣子的嘛 對不對 X小於 小於4 欸他就會回答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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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ce Force 好這些齁 你現在一定都會覺得說很容易可以預測啊 這個 這個不是很難啊 但是 等一下 反正我們等一下一定就會到那個比較難的部分了啦 大家只要記住這些基本的邏輯 你應該也不可能不會啊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就是 欸我們把它合在一起 注意一下 我先前面我先簡單一下 總共只有 六種條件判斷的方式 大於 大於等於 等於等於 這個等於等於 跟等於等於等於 就是問他左邊是不是等於右邊 那他為什麼不用等於這個符號咧 有沒有人要講的 好你講 欸 因為這邊如果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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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好很好 來來來來 幫他加個1分啊 欸不是0.5啦 不好意思這些課是0.5 我忘記了 欸就是等於已經被用過了 在這個程式語言裡面等於已經被用過了嘛 他是把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 所以說這個 欸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要問他左邊是不是等於右邊 我們就要連打兩個等於 好那 驚嘆號等於是不等於的意思 這個是不等於的意思 這個很重要啊 你以後只要看到驚嘆號 你要知道說 欸他其實就是可以把True跟False給反向 對吧 這個 應該可以接受 那小魚跟小魚等於大概都可以了解 好那 重點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需要把 多個條件把它合併在一起 主要就是交集跟連集 那 and 跟這個or 這個就是or的意思 這個符號在enter的上面 你shift 打enter上面那個鍵 你就可以打出這個符號 這樣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X等於這樣 然後我們這樣 你大概可以預期說 這樣enter出來之後 答案是什麼啦 False false true true 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應該蠻簡單的 對吧 好 那這樣都還蠻簡單的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邊有人帶的是Mac嗎 有沒有人是用Mac的 你是用Mac的 來 你試試看複製貼上這一串啊 你出來的答案可能會跟我不一樣 好 我出來的答案是8 為什麼是8 那很顯然 X是2嘛 對不對 Y是4 所以說 Z比B來的大 那 它的利比B呢 呃 來的這個 來的小 對不對 因為它不滿足嘛 那 你如果打出來的話 你應該 你應該會乘出 呃 你應該會乘出6 為什麼咧 因為Mac跟那個Windows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就是 排序不一樣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欸 很簡單直觀的 就可以發現大家 東西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整個 主要的結構 大家要記住喔 if 小括號 大括號 if小括號大括號 是一個組合 這不是函數 這是一個條件判斷的一個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還記不記得 小括號是什麼 小括號是 要丟 小括號是函數的 你 我不是說看到小括號 你就要認為那是個函數嗎 對不對 好 那當然這個 這個函數是什麼咧 這個函數是 if 那if裡面放的 這個條件是什麼 if裡面放的條件 我要跟大家講 if裡面放的條件 參數是true 或者是false if true if true if true 就可以執行後面大括號 裡面包的一堆程式嘛 這裡面包的一堆程式嘛 可以x等於 2加2 然後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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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這樣子打一串 它是不是會回到7 為什麼 因為大括號 我上次不是有講說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在r裡面完全是不一樣嗎 大括號就是把一坨程式碼把它包在一起 如果你這一坨程式碼你想要把它打包起來的話 你用大括號就沒有錯了 大括號在r裡面只有這個功能喔 沒有其他功能 就是把一堆程式碼包在一起 好那 這個true如果我把它改成false 那當然你會說 那我這邊不是填z大於b嗎 因為這裡會先做 這裡運算完了以後 它會回答一個true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喔 所以說 if 你可不可以打多個true 你可不可以打多個true 舉例來說 你可不可以這樣打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會出現什麼事情好了 好不行 不行這樣可以齁 因為 後面的小括號只能放個true喔 或者你說 好這個 這樣我們先用c把它包起來 這樣一樣 這樣子會跟你 它會出現一個警告喔 它說 因為裡面的長度大於 所以我只用第一個元素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後面其實很多true都沒有用喔 你這邊前面第一個打false 它都會不作用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喔 好然後 如果你要 你這個if 滿足這個條件之後 你如果想要 除此之外你要做什麼 那就else 然後再大括號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喔 好 所以 前面這裡我剛剛是把定義講得非常清楚啦 那我想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有了解到我在講什麼 好的 至於是不是了解得足夠透徹 那等一下那個 就是 就是 等一下做練習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來看一個就是 比較 就是 比較 重要的事情 那既然 既然 if裡面只能夠放一個true 或者一個fals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 就有可能 我們是不是就 很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要對一個向量來一起去做 這個 條件判斷 那是不是就 沒有辦法做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所以 所以這件事算是新交的喔 所以 裡面 裡面是可以放true跟false的 就是 中括號裡面 除了可以放位置以外 也可以放true跟false 這件事情是我們現在要記住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來把 x小於 等於4 x 同時 x大2 它是回答法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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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啊 我把這兩條合併在一起 那它就是把true的給顯示出來 true的在哪裡 那一定就是3跟4 這樣可以接受吧 true就是3跟4 這樣可以喔 來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呢 我們先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y 等於 6 7 9 8 10 好 這樣y y y現在是不是長這樣 好 那y如果裡面輸入這樣的一個x的條件 這樣也是可以walk的喔 那你們會出 你們可以看到它出來是98 為什麼 因為下面這一串 它告訴我的是 這邊兩個是true 所以請顯示第三個跟第四個數 這樣可以接受 但是y的第三個數跟第四個數是什麼 是9跟8嘛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所以 其實你不見得只能夠用同一個 同一個物件去做這個條件判斷 你可以用別的物件去索引它 好這邊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假設y 假設y有6個數 那我們現在這樣做 可不可以walk 也可以耶 也可以walk 那如果y 只有四個數咧 也可以walk 所以說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這兩個條件 不見得要等 就是這兩個數 長度不見得要等長 可是這個是 就是 不建議要這樣搞 不建議這樣亂搞 好不好 但是大家要知道 可以這麼做 這樣子 好那 你現在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鎖影值也可以把它放到左邊 好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 y等於-1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y 好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你看因為y 我們剛剛只有四個數嘛 對不對 可是剛剛你給了五個邏輯向量 所以最後他 他就覺得說 欸 你鐵定是有五個數值的嘛 對不對 最後一個是沒有 所以就是na 好 那你看這個-1 是不是被填進去了 填到這裡來 所以注意一件事情喔 等號的左邊 除了能夠放物件 也可以放鎖影值 這個我們好像 前面就有學過了嘛 對不對 就是 只是我們這一次 是用true跟false來做鎖影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那 你透過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把某一些 舉例來說 呃 舉例來說我希望 我們現在的x裡面 假設有小於0的數字 你想要把所有小於0 通過變成0 那你透過這種方式 就可以去把它解決掉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練習題啦 然後我們要學到 呃 這個算第四個 還第五個核心函數啦 有點忘了 quitch quitch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函數喔 這個核心函數要拿來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看喔 如果你現在有一串邏輯向量 A 你這個邏輯向量 true的地方在哪裡 是不是第一個跟第四個 好 你如果想要把這個 這個邏輯向量 就是 我的位置 觸的位置 傳回來 你就可以用quitch這個函數 所以quitch只能夠用在邏輯向量喔 quitch裡面輸入的參數 只可以是邏輯向量 如果你今天quitch Y 他會覺得 quitch的引述不是邏輯值 好看得懂他的那個 就是警告了吧 好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是不能用的 注意每一個函數裡面能夠輸入什麼東西 這都是有指定好 就好像levels 你只要輸入不是factor的東西 他出來的東西就是空的嘛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請你複製 複製這一大串 請你複製這一大串 好 你複製這一大串 你按下run了以後 現在你的x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你應該注意到 他裡面有一些 不是整數 大部分都是整數啦 大部分的 小數點都是0 我們來 試著用眼睛找我看好了啦 眼睛有沒有辦法找到 好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1.9 好 那我 當然我是故意把東西 設計了這麼 就是 故意把數字設計了這麼多的 我現在請你做到一件事情 好 來 請你試著找出兩件事情喔 第一個是 首先 你要先告訴我 向量x中 不是整數的位置 那你要思考一下 如何去判斷不是整數 你要先把它換成邏輯值 你才能用witch嘛 對不對 所以如何判斷它不是整數 好第二個 請你告訴我這些數字是什麼 好 你拿到那個witch的邏輯值之後 你一定是可以用鎖引 鎖引 然後去把那個數字找出來的 好 那我們給大家一個就是 練習好不好 給大家練習看 有沒有辦法做出這一題 好那 首先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知道整數要怎麼判斷 好不好 這個整數要怎麼判斷 是首先要知道的事情 現在你面對這麼複雜的情況啊 你覺得很困難 那我們就不要直接用它 我們可以試著做一件事情嘛 3是不是整數 3是整數對不對 那3 我們現在把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 y等於 y等於3 這樣 只有一個數夠簡單了吧 好 y等於3一個數 那我們 我們剛剛已經給 出了一些解題思路嘛 對不對 這個余數 余數是不是0 好余數怎麼求 余 他除以1的余數 是0 好 是不是0 這件事情要怎麼算 這樣子 等於等於0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如果你的3 你的3 被換成了3.5 好 我們再按一下run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y 是不是就false了 所以這是不是 第一種解題思路 那還有什麼解題思路呢 也可以 as integer y 欸你看 3.5是不是會被搞成3 對不對 因為他會把小數點去掉嘛 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等於等於y 如果是false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他 被捨去小數位數之後 就不想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有了這個idea以後啊 你就可以大量的 去把這個東西 放到x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就可以這樣子 which x percent percent1 那不等於0的地方 就是 有小數的 就不是整數嘛 對不對 我們按下enter 他會出來一堆邏輯 邏輯向量 會出來一個邏輯向量 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拿 which去包他 注意件事情喔 只有這個東西 有邏輯向量 才能夠用which去包他喔 which只能夠去包這個 which的input 只能夠是邏輯向量 這樣我就會看到 第83個 第172個 第211 294 它是非整數的數值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 把它合在一起的話 這個方法也可以做到 好那如果你想要找到 它的數字是什麼的話 欸 你可以用鎖影值嘛 對不對 x 然後我們把這些 我們把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了 我們先看了 83 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來 172 它是不是也出來了 那當然你把它 全部包起來 用which這樣看 一定也是可以 which有沒有一定要打 which不一定要打 因為邏輯值也可以用來做鎖影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 到此為止 大家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這個 看第二小節啦 第二小節就是回圈 就是上一節 就是上一節 就是上一節課 我是不是有教大家 如果你想要做 就是 就是 假說你要第三個數 是前面兩個數怎麼樣 第四個數是前面兩個數怎麼樣 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寫成這種格式對吧 就是你需要寫成 所以你的形式 就是 廢波納奇數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就是起始值是1 1 那之後 下一個數就是前兩項相加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要產生廢波納奇數列 你是不是很方便的可以 透過這種方式去把它寫下來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上個禮拜有說 你可以先在外面打個i i等於 比如說這邊是i等於1 對不對 那1要換成什麼 i嘛對不對 好 這裡勒2勒 i加1 那這裡勒 i加2 好那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很快的 這樣子複製 好2 3 4 好那這樣我全部一起執行 是不是出來答案還是一樣 好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吧 好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所以 你這樣子的話 也許我們就有機會 讓這個i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我們就可以下一串指令 請i 他必須從3到6 然後都執行某一串語法 這就是回圈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我們來看一下回圈怎麼做 來看著 這個 來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 我現在給大家拆解的很多 我們的x就是11 那我們的indexes呢 這個是 3到20 注意喔 它是一個向量喔 它是一個向量 是一個數值向量喔 回圈裡面丟 回圈裡面的條件 我們來看回圈裡面的條件 for 小括號 大括號 這跟剛剛的if if是不是很像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 算是基本功能 這個比較函數啦 回圈跟if都叫基本功能 回圈裡面的for回圈裡面的小括號 代表的是我的條件 我們來看它是怎麼去形式 形成那個條件的 i in 這個in 這個in是 in的前後一定要空格喔 這個是一個回圈的特殊符號 代表的是i 必須 必須 重複 就是 按照後面那個向量 依序去 依序去這個執行 下面這一包程式嘛 好什麼意思呢 就是 i等於indexes的第一個數的時候 也就是i等於3的時候 執行一次 執行完了之後再回來 i等於indexes的第二個數 4的時候再執行一次 等於5的時候再執行一次 等於6再執行一次 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吧 好那這樣子 我們來把這一串程式碼 把它放到這裡來 我們來試著執行看看 好我們再看看x 看到了吧 是不是20個數字都出來了 好所以回圈是個很重要的功能喔 注意一下 再複習一次它是怎麼做的 for 小括號大括號 然後裡面一定是 要有個in 對不對 然後前面是變數的名稱 變數的名稱 可能是i 你也可以寫q 也可以寫什麼 寫什麼都可以 是一個會變動的數 這樣東西 前面你要寫abc也可以喔 你要寫這樣子也可以喔 就是你寫複雜一點也無所謂 它就是一個會變動的物件 這樣可以了解吧 在這個回圈裡面 是會變動的物件 後面呢是它的條件 條件向量 它第一次要做什麼 第二次要做什麼 做到什麼為止 做到這個向量結束就為止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欸請講 有兩個條件雙層回圈 等一下下一節就講 你可以回圈裡面包回圈啊 你可以這樣子啊 這樣是不是 X這邊可以是I 這邊可以是J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下一小節就會講了 放心啊 好不好 那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那三個條件也不是問題啊 再包一個 好很好 不過我很高興就是有這個問題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那這個回圈的運作原理 我覺得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了解這件事情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 就是看一下啦 就是 其實啊 比較正常的寫法 比較正常的寫法 這個 後面不會加indexes 因為indexes就是3到20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3到20放在下面 這個邏輯大家應該懂吧 就是其實你沒有必要去產生 額外的這個 額外的條件嘛 我剛剛只是 希望大家更了解 那整個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 不然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個經驗 就是之前的同學會以為 回圈後面只能夠是 數字冒號到數字 沒有 回圈後面可以是 回圈後面可以是 一串向量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見得要是數字喔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舉例來說你回圈錄片 我們現在來寫一個比較特別的回圈啊 舉例來說我們就是 print 我們就是print i printi就是我把i直接print出了嘛 你這樣子按Enter之後 他第一次就print3 第二次print4 這樣意思類推下去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回圈功能 我後面其實可以放 就他說A B 我其實也可以這樣放喔 那他就printA跟B出來給我看 這樣可以吧 所以 i這個變數它不見得只能夠是 數字喔 它可以是 它根據你印後面的這個 東西它可以換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是 之前我在教學的時候發現同學會 會有這個比較confused的部分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組合 來 CAT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啊 不是核心功能 核心函數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學一下 不是核心函數 這幾乎就是代表的意思是說喔 你在前八節課 我說過這一堂課的前八節課 幾乎都在解數學題嘛 對不對 你可能幾乎用不到它 所以你在思考的時候 不用往它身上想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好 student是小滑 然後小明小王 然後分數是score 這個是不是 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出來 我現在想要做類似合併列印的事情啊 對不對好 那我們現在來把它 小滑的考試成績為100分 小明80分 小王70分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它這個會換 對不對 I等於1的時候 這個是小滑 對吧 這個是什麼 100 的考試成績為多少分 這件事情是 只是把它print出來而已嘛 對不對 這個符號是enter的意思 斜線 反斜線跟 反斜線是在你enter上面那個鍵 就是剛剛那個or的那個鍵 這個如果我們把這個刪掉的話 我們再做一次回圈 你看它就會貼起來 它就會沒有enter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如果你了解了以後啊 基本上 這一串就是大家只要知道 回圈還可以做什麼用啊 不是只有拿來算數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我們來練習二 練習二是承接上個禮拜 的那個索引題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要求的是 一樣起始值 隨便你定啊 你要定11也可以好不好 你要定15也可以 好 可是啊 來看著喔 Y3等於前兩個數字相加 Y3等於Y加Y2 Y4等於Y2乘Y3 所以有時候要加 有時候要乘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們不要看答案 有時候要加有時候要乘對不對 好 什麼時候要加什麼時候要乘 基數的時候要加 也就是說 當這個數等於基數的時候 要用加的 這個數等於 偶數的時候 要用乘的 那我再給 那所以說 其實你看又是在判斷基偶數 欸不是又是啦 好不好 就是他其實就是在判斷基偶數 對吧 怎麼樣判斷基偶數咧 給大家一些提示 好了我們剛前面 學過整數嘛 怎麼判斷整數 偶數有什麼特性 除以二就是整數嘛 對不對 好所以 照道理來講 你應該會 這件事情喔 好不好 就是如何判斷基偶數 那怎麼樣去判斷 這個數字的基偶數 你可以把它設成I啊 對不對 那他就會動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那你就可以 所以 用if else if是基偶數 就做什麼事 if是偶數 就做什麼事嘛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講了半天 他需要六七個 小部件組合出這一串程式嘛 所以這個會有點困難 然後我們給大家十五分鐘的時間 把它完成 好不好 好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題目嘛 對不對 一開始的時候 Y等於一一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啦 我們重點是 我們現在要寫個for回圈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非常清楚 就是 I他可能是要 從三到十之類的 這樣可以齁 所以我們應該先寫一個for 好 I 等於 三到 十 好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樣一個大括號 注意一下我的寫法 我看有很多同學他的寫法 就是 那個看起來會很痛苦啊 所以你看我是怎麼寫的 我只要 小括號大括號以後 我大括號中間會enter很多下 然後在這裡 去寫我想要的程式語法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他鐵定就是 I等於3嘛 對不對 那是怎麼樣 Y 他 I 等於 Y I-1 加上 Y I加1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次 這個 這樣子我如果按一下RUN 他就是費波納奇數列了 這樣就 欸 喔 喔 歪-2 抱歉 這樣我如果按一下RUN 他就是費波納奇數列了 所以這不是我要的對不對 重點是 我有時候我的Y要用加的 有時候用成的 對嗎 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 我一定是 我有時候要加有時候要成 我們可以這樣先寫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可是我有時候要用這條 有時候要用這條 對不對 那我怎麼辦 我一定是這樣子嘛 if 小括號 大括號 來再Enter else 大括號 if發生什麼事 我就用它 else我就用它 所以他的格式 是不是就會變得很像這個樣子 對吧 他的格式就會變得很像這個樣子啊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們 我們先在這裡的時候 給大家 這個 在還給大家之前 我再給大家一個 有趣的 建議 好這樣子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可能已經可以做到了 可是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請問一下奇數跟偶數 是不是 永遠都是先奇數在偶數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欸你有沒有可能 你回圈 你難道在回圈裡面不能夠 喔那我就先加再成啊 我這個做完再做這個 啊下一輪 又再加再做成 再下一輪又做加又就成 是不是也可以這個樣子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判斷奇偶數了 可是我不用判斷奇偶數 我的這個順序是不是要改 因為他就 他就不會是完全一樣 這個就要I加1了嘛 欸可是這個又遇到問題 就是你4的時候 這個順序會跑掉 他好像要變2進位 不是1進位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試一下 I等於3的時候 這是不是 3 2 3 那你這邊改加1 這邊改I 這邊改 這個I-1 那就是4 3 2 對吧 可是下一輪I等於4的時候 這裡也是4 3 2 但是到這裡 這個時候應該要5 4 3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他聽不懂就算了啦 好不好 這個是for you的 因為你已經做出前面那個了嘛 你試著想一下可不可以不用if else 好 那我們先還給大家 好這個 大家暫停一下啦好不好 大家 應該 也可以體會我們設計題目的用心啊 這種題目都是有很多 這個 這種題目都不是非常好設計啦 就是要符合當下的程度 又要 又要有很多種解法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呃 剛剛 if else那種解法 那就簡單了嘛 if if i %%2 等於等於0 那這樣是什麼 這樣是偶數 那我們等於等於1 就是基數嘛對不對 然後基數往上 注意喔 等於等於 有時候就是 很多小細節你要去注意 你不要等於 要等於等於 你看這一題是不是 這一題你要完整寫完 其實你要連續正確七八個地方 你才有可能完整的寫完 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Y了 你們注意一下我寫程式的時候 為什麼我都分那麼開啊 我都要多好幾個Enter 因為好看啊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的眼睛一看下去 你就知道 這個大括號是對他的 有時候你可能會少打一個大括號 有時候會 或怎麼樣的 這個都是非常難避免的事情 所以程式撰寫的時候 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這個就是有 有這個就是這樣子寫會比較好 有一些好的書寫習慣 好接著 我們要看的是 這樣子 連續做的 連續做的齁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太難了 你們如果直接用I想太難了 你們應該先這樣子 3 4 我用貼這裡好不好 我貼這裡 你們應該要想成這個樣子 它其實這樣一組一組的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樣一組一組的 那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反正我們的I 結果我們I可能就是從1開始跑 對不對 那這裡I就是2 I就是3 那I就是4 好這樣以此類推下去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所以關鍵是 你現在知道這是一夥的 這是一夥的 這是一夥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不是直接從回圈裡面才改喔 因為這樣很難想 這樣都有意思嗎 我是先把它弄成一夥 那你們發現 你如果這邊 希望 這邊是 4 2 3 1 然後這邊是I 那這裡I等於2的時候 這邊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應該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把裡面的數字 換成I 跟I有關 想一下 你如果想到 你如果稍微想一下 你應該就會發現 這裡應該要是2 乘I 加1 如果你想到這裡是2乘I加1 你就會發現 那這裡其實就是2 乘I 減1 2乘I 你只有是2乘I加1 2乘I減1 2乘I 你這樣放下來的時候 這裡才會是5 這裡才會是3 這裡才會是4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下面呢 2乘I 加2 2乘I 2乘I加1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你有沒有發現下面也是一樣了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你這樣子是不是就 這樣是不是就簡單了 這樣是不是好想很多 就是你要先把它放出來去觀察它的規律 你會發現 它這樣往下 I是加1 可是它都要 加2 所以你必須給I一個2 兩倍 然後再去把它的相關性去把它 建立出來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你把回圈建起來 4 I 1到4 對吧 把它放在一起 好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可以接受嗎 好我知道不是很好想啊 就是這個東西是要練習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這裡是 我把它講的就是 我把它寫的就是 我把它寫的就是 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按照我剛剛那個邏輯啊 就是你的 你的做法應該是要這樣做的 這樣可以吧 最後一個 還有這個 負一的I次方 等於負一 這也是一個 就是去 一個去這個 就是 產生這個基偶書判斷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在我大概三四年前剛才還是三四處我忘記了 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第一次上這個就是程式員的課程的時候 這個練習題其實是第一課解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還沒有交integer 然後也還沒有交percent percent 所以那個時候唯一的解法是這個 那那個時候我發現 遇到了很大的障礙 欸根本沒有人會寫 40個人大概只有一個都不到 那後來我就 後來我們就 做了一些課程的鋪墊 那所以現在 現在你們應該會覺得稍微簡單一點 不過我還是很希望大家還是可以想到這個方法 因為你想到這個方法你就會發現 欸那其實你也可以做四循環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虛數 對吧 你還可以就是 你會發現就是 很多東西很多數學你可能就是忘記了 這樣子 但是其實 -1的這個特性你應該要記得 好 這個方式 寫成迴圈行事 這個我剛剛也教了嘛對不對 這樣沒有問題 好 那我想 就是 到目前為止 你可能 就是我剛剛 剛剛下去 閃費了一下 大概有一半人 就是前面兩題 這一題是有點困難的 那你前面那題很困難 後面這題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 就是 我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 呃我剛剛已經講了我的前八節課 就是 這一門課的前八節課 是有遞進式的喔 就是前面 就是你前面不會後面就幾乎 不可能學會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 呃 沒有 當然要不會要看程度啦 就是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今天的 第二小題跟等一下第三小題 是核心題目 就是 你一定要會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上課的時候不會 回去拜託 呃就是 可能隔幾天再看一下 隔幾天再看一下 是不是能把它學會這樣子 不然的話 後面你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就是 啊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其實我當初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都已經十幾年前啊 就是 十幾年前我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 就是 你會感受到有一個突破點 就是你本來寫程式都是在操別人的程式 你都 你都沒有那個 就是你都沒有辦法 把自己以前學的那些數學去融入那個程式裡面 你某一天你就會發現 欸原來程式這樣寫 好不好 就是 那也許在這裡面你們已經有人 主要是剛剛有些會寫的人 你們已經感受到那個突破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一定還要再 反正到某一天你們會感受到這樣子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啊 回圈的美妙之處就是 大量快速的運算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找植樹 找植樹這件事情超難 也不是說超難啊 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植樹的定義我們都知道 就是 沒有辦法被 比自己小的植樹 整除 這就是植樹 對吧 所以你要找 比如說你想要找 比如說 比如說 101是不是植樹 首先你要先列出101以下的植樹 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才能夠用101去跟這些植樹除一除 除看看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最後你才能說101是植樹 所以你想要知道 比如說101是不是植樹 哇這個 痛苦了吧 對不對 好所以這就是一個典型的 這個 它需要用到 雙層回圈 甚至是多層回圈的 這個情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來 來我們先試著做一件事情啊 我們先試著產生一下這個 這個2到6這些算數 來看著喔 2到6 X是2到23456嘛 對不對 我現在要看 23456哪些是植樹哪些不是植樹 哪些不是植樹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AnswerX是什麼 AnswerX是我想要去記錄 這個數字是不是植樹 好在最開始的時候 它通通都是植樹 我通通都先認為它是植樹 然後我從前面開始一個一個檢查 你現在AnswerX 它出來就是23456嘛 可以接受吧 因為AnswerX是可以拿來 可以拿true跟false 拿來當作是 這個 就是拿來當作是這個 所以嘛 這樣可以接受 好你可以接受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想要找3 是不是指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我們實際上 我們先把它全部列出來 來 x 除以除以 x2 就是3嘛 對不對 3 除以2 它是不是等於0 如果它等於0 代表它 如果它等於0代表它 呃 它可以被整除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可以被整除的話 可以被整除的話 我就要把它改成FORCE 把它Answer改成FORCE 這可以理解我意思吧 因為 FORCE就是它就不是指數了 對不對 所以 來我們來看4 除以2 等於等於0 欸這個會是喔 這個會答對喔 這個會是true喔 4除以2是可以被整除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把它改成FORCE 我全部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現在的x還是23456 可是AnswerX呢 被我改了 欸這兩個是FORCE 所以x跟AnswerX 交集就是235 好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 我現在把這樣列出來就是希望 你可以去好好觀察 我們現在有可能用回圈子解決它嗎 單程回圈子解決它嗎 不可能 因為 它的程式碼的行數不一樣啊 對吧 它的行數不一樣啊 你在檢查3的時候 你 你只需要檢查前面那個數2 對吧 你在檢查4的時候你要檢查2跟3 你在檢查5的時候你要檢查2、3、4 你會說4可以去捨去那個我們之後再講 但至少你要檢查2、3、4 對不對 簡單一點來看你要檢查2、3、4 好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做咧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整串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像 對吧 他們全部都是完全一樣的啊 雖然我不能直接用I等於1 I等於2、I等於3 但是這一大串核心程式嘛 只有 這些地方在動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先不要管前面好不好 因為前面 我們先只看6這個部分 這樣可以吧 只看6 那就是 那我們是不是 I等於5 因為I等於5是我在檢查6這個數 第五個數這樣可以吧 I等於5哪些地方要I 可以放上去 這裡是不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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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等我的意思吧 這裡可不可以換成I-4 不可以 因為你前面沒有I-4啊對不對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這裡換成 J啊 我如果把這裡換成J的話 我這裡是不是就可以 J等於1 J等於1 然後J等於2 J等於3 J等於4 欸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執行完了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吧 而且你發現 這邊的每一行都長一樣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你 你上面要怎麼 我們上面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的話 你是不是I等於 I等於4嘛 接著你把所有的4都換成I 然後接著 J等於1 換J 換J 這樣可以吧 好J等於2 換J J等於3 換J 好 所以你現在發現了一件事情 它其實是 的確是具有一定的循環特性的對不對 而且核心層次碼是長得完全一樣 好那我們要包雙層迴圈之前 我們先從下面開始來 來 J 要從1到4對不對 J從1到4執行同行程式 這個你可能已經會寫了 4 J 1 到4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 大括號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把這一行放上來 那下面是不是可以刪掉了 這樣是不是已經包成回圈了 好那上面我要怎麼包成回圈呢 再一次 4 J 1到多少 1到3 可以接受吧 來 好又可以刪掉對不對 欸你發現規律了嗎 改的是又這個數對不對 這個數可不可以換成跟I有關的 可以對不對 把它變成括號 I-1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你這裡是不是也可以換成I-1 你往上看你會發現 欸 是walk的 如果你到這裡都可以接受 你發現了什麼 這一串又是重複的 這一串程式碼是不是往下完全一樣 可以接受吧 那所以你是不是又可以寫一個I的回圈 那I從多少開始 就是I-2到5 對吧 然後裡面要放I從2到5每一次都要執行的程式碼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串放進去 好後面全部刪掉 這是不是就是我最終 的雙層回圈 好我剛剛 把它拆成這樣給大家 是希望大家去 跟著我的思考 一步一步去把它組回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回圈我在寫的時候 我是從裡寫到外 我不是先 放個回圈 就說我就是要用回圈 沒有 我是從裡寫到外 這個過程是 初學者跟 就是比較 就是 senior 就是差別的地方 回圈其實是從裡寫到外的 你先決定規則 你再去把它包起來就好啦 你沒有必要先打回圈啊 因為包回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啊 對不對 你先把規則建立好 然後再來包回圈 你這樣子按下RUN 然後我們再來看 X answerX 你看它是不是就可以出現 6下的直數 你好不容易寫完回圈 我們要來做一個 比較大的 突破 我們來找100下的好不好 這裡要多少 5要改成多少 5要改成99 啊但是其實你可以用LensX對不對 3掉 2到多少 2到LensX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RUN了喔 看到了吧 100以下的直數都出來了對不對 可不可以檢查1000以下的直數 有沒有突然覺得很簡單 好這樣可以喔 啊不好意思 我剛剛忘記了一件事情 其實最後要包成多層次回圈是你們要做的事情 我其實應該講解到這裡為止 應該就要 就要讓你們做了 不好意思我幫你們做完了 好 那個 你們重複一下剛剛的過程好不好 就是 你們親手去把那個就是 就是 我不小心把那個就是 其實我練 這一題練習題就是希望你們去包那個回圈啦 好不好 可是我不小心把那個練習的機會給剝奪了 好沒有關係啦 那我們 我們就是 呃 我還是希望你們去完成它啦 然後我會檢查一下你們 然後給你們 大概 10到15分鐘的時間去完成這件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回圈這樣寫完 基本上它已經很完美了 沒有什麼太多事情 好現在問題是 這個回圈如果我們剛到1000 我們這樣按一下RUN 它幾乎是一秒不到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這個1000趕1萬 好你們有注意到等了一陣子喔 它還沒執行完喔 還沒執行完喔 可能要10秒 20秒 好我不是很確定它大概要多久啦 好不好 好 欸蠻久的吧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到有 可能有十幾二十秒左右的等待時間 為什麼 因為它運算量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說我要怎麼解決呢 我要解決的方法是 就是 如果你想要找 直數的話 你其實檢查比更好N小的直數就好了 對不對 你不用 你不用檢查那麼多啊 你不用 這裡其實不用 到I-1啊 其實不用到I-1對不對 那我們檢查到什麼時候為止咧 你看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再放一串 我先確定一下我們的N是多少 N是 N就是我們的XI嘛對不對 比如說 I-2的時候就是3嘛 N就等於3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我把它 把sqrt 在as integer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 根號N 比根號N小的最接近的一個整數對吧 比如說2.78 它就會變2 這樣可以齁 1弱 這樣就已經快非常非常多了喔 你們可以想像工作量的差別吧 好 那我們把1萬 可是我這樣講 1萬你如果改成 5萬 好一樣要等對吧 好 這個是沒有那麼久 可是大概也等了3秒對不對 那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加速咧 如果我們發現 它已經 AMSER要被我改成FORCE了 它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檢查了 它已經就不是了嗎 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 我們確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按BREAK了 BREAK的意思是 我看到BREAK 就是代表我這個回圈 我就不要繼續執行了 那它不執行下這個這回圈 它就要 I 就要再做一次了對不對 好 我剛剛要等3秒對不對 我現在在按次ROM 看要等多久 瞬間就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那個速度的差異 確實是很大 對吧 好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 現在你已經掌握回圈這個功能 那請你現在注意一件事情啊 這個 你在此之前 你可能都覺得電腦 都是你按下去ENTER 答案就會出來 好我跟你講說不是 就是電腦在執行這些運算的時候 它還是有個速度 的上限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速度 你 所以說啊這個 你可能需要在程式裡面 去思考一下怎麼樣可以加速 加速一定是讓不必要的計算減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透過這種方式你可以去就是 增加你程式的運算速度 不過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是說讓它能夠動 就我想各位現在在學習的重點 還是先讓程式能夠運行 至於要等多久這件事情 暫時先不要去思考它 因為能動比較重要啊 你能動啊講真的 今天就算要找值數 找10萬以下的值數 跟你說要找5天 那也沒關係啊 電腦放個跑對不對 也不會怎麼樣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你不會寫 那就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不要為了速度然後去犧牲 呃就是不要過度的去追求這件事情 等到你就是比較成熟了以後 你再來思考這件事情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但是還是可以讓大家練習一下 我在旁邊看一下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